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去年1月6号 不会暴动事件通过了决议 同意传唤前总统川普来作证 民主党阵营跟部分的共和党议员 不断质疑川普当时煽动支持者闯入国会 造成多人的伤亡 根据联邦的法律 如果川普拒绝作证 可以判处一个月到一年的监禁 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 质疑其中选前遭到传唤 是民主党的政治操弄 不过听证会上公布了更多 不利于川普的影片 当中还记录了众议院长裴洛西 受困当时如何打电话 找救兵的危机过程 美国其中选举逼近 将近两年前的国会暴动 是前总统川普甩不开的争议 调查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 在选前最后一次听证中 以压倒性票数 同意向川普发出传票 要求他作证 如果川普拒绝 可依法判处一个月到一年监禁 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痛斥委员会在最后一刻传唤他 是在分化国家 但这次听证 又有更多不利川普的影片曝光 镜头记录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得知国会遭到攻破 当场傻眼 和其他议员受困办公室 急忙打电话到处求救 民主党参议院领袖也着急 向国防部长抱怨 救兵怎么还不来 还有影片捕捉到 陪洛西撤离国会后 气急败坏 委员会最新决议 据法律约束力 考验川普的下一步 2020大选之乱 持续发酵 张力德编译